基本上很多地方是很類似的,我把它當成註解好了 你會發現這個公式,這個B1,實際上就是指的就是 J-1,為什麼要J-1?因為B1裡面的值是1沒錯,可是J裡面的值是2開始 所以必須把它-1,然後乘,只是說這個地方前後在VBA裡面會有空白 這個在我們的公式裡面是沒有空白 OK,好,那做完之後的話,我們來試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接下來,如果說你一下執行完畢 你會發現就OK了 不過這樣跑有點太快了,如果你沒辦法一下子理解的話,你可以用一個方法,就是在 這個地方 增錯裡面有一個叫足行 那足行的按鈕是 F8 也就是說你希望,如果你的 因為當然畢竟電腦是一下子執行完畢,它比人腦還快 可是如果說呢,你希望它慢慢你執行一行一行給我看的話,你可以按F8 F8之後你會發現 它就會一行 當你停在這一行,它還沒執行 再按F8,它就會執行下一行 那你可以去觀察一下 這裡面i跟j都是變數 那所謂變數,就是說裡面的值可以不斷的被變動 OK,然後呢 輸出到哪一個呢?你會發現sale 因為它現在是2,這裡面2也是2,所以會輸出到這個儲存格 2的儲存格,輸出什麼?輸出這個公式 有沒有 它這個地方就串接,然後輸出到哪一個?輸出到這裡 那在nest 你會發現nest是nest i,所以i 它由2變成3,那也就是說現在呢 它的列號不變 因為i還是2 這一變3,所以它會跑到這個儲存格 先決定輸出的儲存格 再把公式丟過來 2乘1 等於2 那一隻類追,你可以往下一隻 一直 一直按F8之後的話,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它就會 一個一個幫你輸出了 那再來的話呢 就nest i了 i的話變成3了,所以變成第3列 有沒有,就這樣子 那把公式輸出 所以你會發現呢 for的回圈,這個是決定列 這個是決定藍 那sales指的是你要輸出的位置 後面的話就是你輸出的公式 應該可以理解吧 那如果說你可以把 這個地方 稍微整理一下,以後 只要是isale裡面的四串表,都可以用類似的方式完成 而且自動完成 OK 那把它執行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好 那當然我們前面有 除了做 出結果之外,如果你要把資料清除掉的話,比如說你希望再多一個 幫我清除掉的話,前面好像有講過嘛 你可以怎樣 把這個地方貼上 變成99成本表清除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後面 把公式清除掉 變成什麼 變成空字串 這樣子喔 你看喔 你就可以把 紙形 清掉了 然後呢,你就可以最後在這邊 插入一個按鈕 假如你希望能夠將來demo給人家看的話 那就是什麼表 把這個複製一下 那按鈕的話呢 就會就會出來 那你把 上面的名稱,因為我剛有複製那個名稱貼上 一個 再另外一個是 就是 清除的按鈕 所以再拉一個 那選這一個 看就這樣清除就好了 把它複製一下 你這樣複製少打兩個字 貼上 好,做完之後的話 就是什麼表 清除 上來效果的話 以後你在工作上 你也可以這樣 把它 一樣化 試試看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